资本外途 股汇齐跌 敲民中共风鸿曹斯 俄国停止对保加利亚和波兰供应天然气 与欧洲经济战升级 IMF说 今年台湾人均GDP有望超越韩国 马斯克的SpaceX 将4名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 反制中共打压 欧盟批1亿3千万欧元援助立陶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里 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28日 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 习近平政府采取严厉的防疫风鸿曹斯 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 这个星期中国股会齐跌 资本用脚投票 表达对中共政策的不满 中共的防疫风控措施 导致供应链断链 工厂停工 现在上海还未解封 北京的疫情又开始升温 中国的资本市场中 尼曼着恐慌情绪 外资大量撤离 中港资金又躺平 中国会价齐跌 上个星期 人民币对美元连续跌穿6.4和6.5关口 这个星期一还跌穿6.6关口 中国股市亦惨跌 湖深300指数 这个星期下跌了5.7% 足够两年来升低 恒生指数 自3月中旬低位以来的升幅 已经回吐超过一半 中国大陆的大中营股 今年以来已经下跌近20% A股成为全球仅次于俄罗斯 表现最差的股票 为了自资金逃离 中共官员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表态 中共外汇管理局声称 人民币的资产仍具有长期投资的价值 中共央行星期一宣布 将下调银行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央行下面的部分商业银行 已经在静静减息 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银行将两到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下调约10个基点 通常降准减息的消息一出 对股市是利好的 但中共的刺激政策和托市言论 都未能阻止资金的逃离 今年3月 外资抛售了71亿美元的中国股票 4月以来 继续抛售超过10亿美元 上个月 国际投资者所持中国债券的规模 下跌了创纪录的150亿美元 几家境内证券公司的分析师 在被客户的报告中表示 防疫限制措施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威胁 比起第一季度的情况 这些限制措施或者会在第二季度 造成更大伤害 由资深投资者分析说 上海还未解封 市场又是担心北京马上也要封城了 外资真是被害怕了 民风丧胆是必然的 投资者也开始认识到 政府的托市言论 和可能真正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 是不一样的 也有一些投资者期待 在这么严峻的经济形势下 或者会逼使中共对防疫措施松绑 而如果北京或更多的城市实施封城 将会使人们对政府 採取比较宽松防疫措施的希望破灭 但有分析认为 资本外途和躺平的最根本原因 是全球投资者越来越担心 在中共强权体制下 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 俄罗斯4月27日 停止对保加利亚和波兰供应天然气 这是俄国在乌克兰战争中 与欧洲对峙的一个重大升级 欧洲官员谴责此举 是俄罗斯的敲诈勒索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 在礼拜三较早时上升超过20%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在一份声明中说 已经完全中止对保加利亚 和波兰的天然气供应 原因是他们没有用劳报付款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 欧洛今星期三表示 莫斯科应该扩大对其他 不友好国家的措施 这可能预示着天然气局势可能升级 波兰和保加利亚 都是前苏联的卫星国 后来都加入了欧盟和北约 俄国的这个决定对波兰的影响不大 因为波兰已经准备在今年年底前 独立于俄罗斯的天然气 但对保加利亚来说是个大问题 该国75%以上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而且几乎没有立即完全替代俄罗斯的选择 保加利亚总理佩特科夫表示停止供应 违反了合同 我们不会屈从于这种勒索 目前天然气更多的是被用作 当前战争中的政治和经济武器 护克兰总统扎连斯基的幕僚长说 俄罗斯正在开始对欧洲进行天然气扼习 欧盟官员礼拜三举行紧急会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内因说 这是俄罗斯用天然气勒索我们的又一次尝试 英国副首相拉布说 此举越洗俄罗斯处于经济弃异的地位 能源咨询公司雷斯塔的分析师表示 俄罗斯向西方开了第一枪 将能源作为武器 俄罗斯在试图破坏我们盟友的团结 分析师表示 如果俄罗斯完全关闭天然气供应 德国等欧洲国家将需要对能源进行 配给并关闭工厂 德国将陷入严重衰退 4月较早时 德国政府暂时控制了当地的一家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以确保天然气能够继续流通 受半导体等产业带动 台湾出口在疫情下逆势增长 韩国媒体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最新预测报道 台湾今年人均GDP可能时隔19年反超韩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最新预测 韩国今年人均GDP 可望增长190美元至34,490美元 台湾就预估大幅增长22,200美元至36,000美元 是2003年人均GDP被韩国超越后的首次逆转 韩国《中央日报》人述专家分析指出 台湾与韩国经济结构类似 同为出口导向国家 而且出口的货品项目类似 人均GDP被逆转也代表 以尖端产业为核心动力的台湾产业 比韩国更快速增长 报道亦比较韩台的代表性企业 台积电及三星电子近年表现 台积电市值在2019年11月超越三星电子后 两家企业市值差异至今已确大到1.5倍 报道指出 两家企业的表现差异 不单只是单纯的企业竞争结果 还受到疫情影响 市场需求从三星电子主力的记忆体 快速转向台积电具有优势的其他品行 而且除了台积电之外 台湾在系统半导体 风测等领域也有很多优秀中小企业 合力推升台湾经济复苏 而从出口来看 台湾出口规模虽然不及韩国 贸易顺差就大幅领先韩国 据韩国市场调查机构分析 以今年3月为基准的 近12个月内累计顺差 韩国只有15.5兆韩元 台湾就达到66.2兆韩元 4月27日 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宇航公司 Space向国际航空站 输送了4名宇航员 根据这家公司的直播报导 SpaceX的聂英9号火箭 搭载载人龙飞船 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 发射星空 这次飞行是SpaceX第五次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罡 NASA输送宇航员 至2011年以来 NASA一直和马斯克旗下的公司合作进行航天任务 在这次任务中 飞船搭载了3名美国宇航员 和一名欧洲航天稿的宇航员 这4名成员将在抵达空间站之后 进行一系列科学研究 另外还有4名在11月份 乘坐SpaceX前往设施的宇航员 将在大约5日的交接后 乘坐飞船返回地球 NASA太空业务副局长罗德斯评论说 与宇航员一起展开安全飞行 意味着你必须每一步都不会出错 我希望你们看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流程 将为宇航员顺利送入太空轨道 在NASA航天任务之外 近期多家知名企业还试图 开展进行太空旅游的业务 并在该领域竞争 在今年较早时 国际电商亚马逊创办日 贝佐斯旗下的蓝色起源 和英国维珍集团董事长布兰森的维珍银河公司 都进行了亚轨道飞行 期间两名亿万富翁藏词人 都乘坐火箭达到了太空边缘 欧盟委员会4月26日批准了 对立陶宇的1亿3千万勾元的援助计划 为该国受中共贸易打压的公司提供融资渠道 去年11月 立陶宇允许台湾设立 驻立陶宇台湾代表处 之后 中共许冠对该国的出口货物进行封杀 而且要求第三国的公司 不要跟立陶宇做生意 立陶宇就此投书欧盟 欧盟委员会在这个星期二的声明中写到 批准上述经济援助金的计划 是必要、适当和相称的 这是支持受中国贸易限制影响的公司 帮助他重新调整业务 去年12月8日 欧盟指责中共对立陶宇进行经济逼害 并出台了一个反脅迫的贸易制裁提案 要求当第三国向欧盟成员国施加经济压力 干预成员国合法主权政策时 欧盟要向第三国进行经济反击 同时强调这个方案的主要目的是 威胁对方 针对中共对立陶宇种种的经济打压行为 欧盟今年1月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告 认为这些中共的打压行为 已经威胁到欧盟单一市场的完整性 好了 这一节的财经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预伙开